议员廖志诚与普里福伦社 一同前往普里国小赠送球衣 并下场防守与小朋友们同乐 发现有的球员手备实力不弱 是棒球的明日之星 感觉有这一业的水准 尤其是传球 或是人家打起初期后 风沙 感觉有水准 棒球就是我们的国棒 你们可以为小小 四岁到八岁的时间 由幼稚園开始就去接触棒球 我是感觉对将来 我们的棒球运动的发展 是一个最好的基础 将来我们为国争光 在世界出帮来中 最有名的就会出席 我们的小师王的棒球队 湖里小师王右棒队四月底 预计北上参与全国春季幼儿 北棒球赛 正从没有统一的球衣及球具参赛时 伯利福伦社带来好消息 全赠了20套球衣 将来球员们可以分成两队践行比赛 磨练球技 漂亮 很好看 然后很漂亮 很喜欢 我们的衣服都是家长自己购买这样子 那其实对小孩子购买的话 因为他们自己本身要准备手套啊 球啊 球棒啊 其实都已经花了不少钱了 那有些家长甚至还给他买听血 所以球服的话 福伦社这样子圈赠的话 可以减轻我们一些负担这样子 对 所以算是蛮有帮助的 普里福伦社长舒玉成表示 现在很多小孩子沉迷3C产品 透过棒球运动 鼓励小朋友们走出户外 锻炼体能与球技 而且可以看到在教练的带领下 小小队员们潜力不容小觑 今天也很高兴 透过廖志诚议员的引荐 来看孩子打球 也希望说孩子做什么像什么 所以说 这就我们福伦社的社医 大人的认同 所以我们就 关键他们的棒球衣 让他们更加有信心 3C产品 充斥了每个家庭 所以家长跟小朋友 跟教练愿意互动 在大胎两年下 来训练球技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运动 副委长潘一拳表示 棒球是台湾的国球 齐取在热心家长的推动与参与下 提供小朋友在运动方面 更多元的选择及发展机会 民意新闻 宏一伦 普里采访报道